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军服役进入了海军陆战队 2016年她参加了亚丁湾护航 是亚丁湾护航中唯一的女陆战队员 2018年在习主席考察北京大学的师生座谈会上 她被总书记称赞 你如同鸿海行动中的那位女兵 您之前也就跟她也挺熟的 对 我跟孙喜还是有缘的 我是1974年上北大 1978年毕业 你看这差哪儿去了 我毕业的时候1978年 她现在是90后 你是哪年上北大 我是12年 你看这差多少了 然后离开海军之前的最后四年 我是负责海军陆战队建设 给他们搞论证啊 搞研究啊 她以后当兵就到海军陆战队去 来个纵喜是大学期间进的部队 是吧 直接就去了海军陆战队 是的 其实说当兵这个事情可能是我小时候 其实特别崇尚 心里有一颗那种尚无的种子吧 比如说我爸爸他是在部队 然后小时候我就经常在部队大院里 小学之前就会跟那些男生们一起摔跤啊 打架啊 当时就是那些家属们 因为平时也没什么事情做嘛 就是他们最好玩的娱乐活动 就是看我和男孩子打架 对 这种孩子一般的都很有发展 我那个 爱打架的孩子有发展 我那儿媳妇啊 我那儿媳妇有一次我跟她聊起来了 我说你小的时候是不是特别皮啊 小的时候都皮出尖了就跟她说的 上方结瓦爬树 男孩子一块打架 对 所以这种孩子将来都很有发展 就因为他经历的历练多 就其实是因为一直有这样一个情节 我觉得情侣情节这种东西还蛮可怕的 就是如果你一直压抑在心里的话 就是适当的时候冷不丁的 然后被触动一下 你可能就会整个人就觉得自己很压抑 觉得没有完成过这样的一个梦想 当时父母就是非常不同意 因为他们 我爸经历过这个了 他可能觉得当兵对一个女孩子来说很苦 所以他就不支持我去 我妈妈呢 她是一个比较容易歇斯底里的女性 就是他会就我跟他说这个愿望的时候 他就说你要去的话 我就从这个湖上跳下去 或者怎么怎么怎么地 他就各种威胁我 但是我妈这个人 他是也蛮容易接受现实的 就是他在我做决定之前会干预我 但是一旦我真的铁了心要做一件事情 他也只能支持我 然后当时其实大一大二都报名了 但是父母不让就没去成 然后大三就自己就偷偷去了 现在是这样 就是这个部队有些女兵啊 很多 但是大部分女兵呢 都是断茶倒水啊 接个电话呀 就是基本上 或者在办公室 这个搞搞 对搞技术的 搞后勤的 什么后勤的 或者搞技术的 这个 但是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就像宋喜这样的 直接就会到陆战队 陆战队是最苦的 就因为我们说陆军苦 陆军野战部队苦 那他还是在陆地上 海军陆战队呢 你吃的那些苦他都吃 他还得要会游泳 武装求渡 海上的这块 不晕船这一块 还得要克服 怎么会就到陆战队去了呢 这个比较稀少 其实当时觉得 就大了部队 因为也就这两年 就觉得一定要珍惜 这样子很难得的机会 就想去做一些自己 很向往做 但是没有机会去做的事情 比如说如果去 当时就演出队也来招人 然后招我去唱歌 但是我觉得 我当兵之前我就会唱歌 然后我如果当兵的话 又继续还是 做这样的事情的话 我觉得没有什么挑战性 还是去拿拿枪啊 打拿张啊 我觉得非常吸引我 然后觉得特别帅 就想去个特别有挑战的 就从小自己想撑着雨伞 从楼上跳下来 没这机会 那以后就撑着降落伞 从800米高空跳下来 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 当然很好 你自己要求去的 当然 对 海上楼站队 对 那你们进去之前 是不是也会考核很多的东西 比如体能啊 其实进去之前 就是它会有一个基本的要求 然后真正其实 真正的特别艰苦的训练 是从陆战队开始 对 新兵连它其实只是教你 怎么样当一个兵 各种规矩交给你 现在新兵连有多少长时间 两到三个月吧 还这么长啊 对 因为我是一个蛮跳脱的一个小孩 然后特别爱笑 然后有的时候天天 看起来特别好看 就天天就嬉皮笑脸的那样子 这行吗 这班长能同意吗 不行的 就是你平时生活 就休息的时候可以笑 但是你在训练场上 是一定不能笑的 当时训练的时候 我就老笑 我不知道为什么 一训练我就想笑 那你笑啥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觉得在那正步走的时候 然后就比如说 时间特别长 然后我感觉我坚持不住了 我就歪一下 然后就特别不好意思 我就想笑 大概这样 还是小女生一样的那种 喜欢 然后班长就会很严厉的训斥我 然后有的时候会惩罚我 我记得印象很深刻的 就是有一次我又笑了 然后他实在是hold不住了 然后就让我对着一棵树 还是电线杆 然后在那笑了好长时间 就是必须笑到他满意为止 才让我停 你就笑完那一个下午就好了是吗 也没有 就起码就是吃了这个苦头了 我还是稍微收敛一点 但是有一次就是 因为我好像肢体会稍微协调一点 然后机动作记得快一些 然后就是教练让我们 让我去教另外一个女兵 就是怎么走正步 然后说这个动作怎么做 然后当时我感觉他有点紧张 然后就 你不要紧张 你就笑了 然后班长以为我又嬉皮笑脸的干啥 然后过来就给我一头盔 然后当时 当时有点委屈 笑长 就又说我笑啥 然后后来就 其实在部队这种委屈 其实还是蛮多的 但是因为部队是一个 就是只看你的效率 和你的工作成果的地方 他不会太关心你 当时是怎么想的 不会太关心事情的原委 所以后来也就习惯了 就一切服从就好了 训练场上你必须要杀敌嘛 对不对 英勇杀敌 你一边笑着一边杀敌 对 那不是敌人更大烦吗 你现在新明连这边训练 已经没有刺杀了吗 其他格斗 这几个都没有了 新明连现在不是实战化训练吗 更多是让我们就是 生活呀 什么时候 任何时刻都要拿着枪 吃饭的时候要拿着枪 没有子弹 对没有子弹 没有子弹 但是要背着它 你要熟悉它 我到陆战队去 他们表演那个油锤灌顶 油锤灌顶 尤其灌顶就是男兵在那运气 运完气以后脑袋上开始俩小伙子架一个钢筋混进土的一个大盘来放脑袋上 一个他拿油锤 一二三 那个碎了 就是他们海上专专专队员的就新年软 你们练过这个吧 我们 手批 那个钻 这么厚的一类钻 一批 练过没 其实这个硬气功 你要练过咱们现场就把他这个长颜的那个 我都想给他劈开 我站有它挺贵的张老师 我站有他们就是在练 练过一段时间硬气功 是吗 但是那个时候我在护航我就没赶上 我只记得就是他们后来给我形容的时候就是每天早上四点四点左右起床 然后就洗漱 然后不吃饭 然后地上摆两块砖 脚上踩一个就躺着 然后胳膊肘在另外一块砖 然后脚上是另外一块砖 然后就撑着在那一直躺着 就躺在那两块砖上 对 这个能训练人的什么能力啊张老师 练过硬气功 不知道 因为你们那个战友里头有苍州的吗老家 有河南呢 没有苍州 我原来看他们那个就是海神龙战队那些女兵就是勤党格斗特厉害 搞野外生存 大部分都是我们的老乡 因为河北那块出那种武术之乡嘛 小孩没谁知道我翻镜头 能翻几十个 就是全翻翻几十个 然后测滚翻那就无数了 就那会我奶奶还在世嘛 我跟我奶奶聊天拿大领 知道拿大领吗 道立 道立啊 道立啊 就是就是这个墙 不用叫他就贴在墙上 腿贴墙上脑袋朝下 谁拿大领 奶奶还是你 我呀我奶奶还在的时候跟我奶奶聊天就这么聊 一弄好几个小时 但感觉这些还是有用的 您看您现在身体这么健康 我现在不行了 就小的时候就这个 宋雪 那你我感觉你还是适应的不错的 除了笑这一点以外 你说你各方面肢体啊动作啊什么 学的都挺快的 你周围的那些战友们都跟你一样吗 就大家在经历这个新兵的过程中 是不是都有一些挺不容易的地方 对在新兵连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蛮不容易的 其实印象最深的就是挨饿 就新兵连的伙食 可能军心也吃不饱 对那个时候就是 不让还不让偷吃东西 但有的时候实在饿的不行了 我就在厕所 偷偷藏一点 就是那种糖啊 视力架什么的 有一次刮大风 给我把糖 大白兔给我刮 刮地下去了 然后上面爬了一群蚂蚁 但那时候就是把蚂蚁吹掉 然后继续 还吃啊 还要吃啊 因为你一个星期 只能去那么一两次 想买铺买东西 然后 其实新兵连大家都一样 而且战友之间那种 互帮互助的感觉也特别好 我在训练的话 我记得印象最深的还是就是 就是下了连队之后 在陆战队的一些训练 会让人比较印象深刻 那个时候是要练攀登锁滑将了 就要求你的上肢力量就要更要求要更高一些 那个时候有一次好像也是我们做错什么事情了吧 就是训练没达标还是怎么的 然后班长就让我们做那个五指斧卧撑 就是说是让我们锻炼那个指头的力量 因为你攀登的时候你要用手指去抓它 就在那边撑着 然后还得全副武装 戴着头盔什么的 水壶啊 全都挂在那 然后你脚还得 脚还得挂在大概比这个茶几稍微低 10厘米这么高的一个地方 脚要抬高 对抬高 然后手是用手指头来撑的 然后还得班长不喊停 你就不能停 而且你动作还要做得非常标准 就是你手指要撑开 不能这样子 就是不能并住 要分开 我有一个战友就在我旁边 他叫小刚 他其实真名叫小方 但是因为他比较刚 所以我们叫小刚 也是个女兵 对啊 都是女兵 我们都是女兵的 然后当时就是 他手指关节 好像就是要并在一起的 他分不开 但是班长不知道这个情况 就认为他在偷懒 就认为他想让自己 就是做这个训练的时候 更轻松一点 其实他就是那个关节分不开 然后他当时就觉得 就非想把这个动作做好 然后班长又在说他 他当时就很懊恼 然后就出于一种发泄 也出于一种 就是对自己训练不达标的这种 有点急 都有点急 然后就一拳打在了水泥地上 就在我旁边 离我很近 然后收回来的时候 就是感觉就他那个关节就凹进去了 凹进去了 然后我就赶快打报告 说班长说 跟班长说小刚这个时候怎么怎么 那个时候他还是分不开 然后他急的都有点想哭了 但是我做 我不知道他有多疼 但我听那声音 我觉得是非常疼的 所以我就赶快打报告 把他送去医护室了 然后我觉得就是我们女兵吧 就虽然从生理结构上 可能确实没办法达到和男兵一样的水准 但是我觉得我们这点血性和这点刚强的意志力 不会输给他们的 当时就这样一种感觉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大家好 又见面了 之前有朋友问我说 遇到一个身材魁梧的人主动攻击你 你应该怎么样化解 一般主动攻击你的人 都会是那些仗着自己的身体特别强壮的人 而在这个时候 如果你要跟他硬刻硬的话 估计是没有什么胜算的 不过再强壮的人都会有他的弱点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该如何扬长臂短以弱胜强 人的面部是要害最集中的地方 掩耳鼻舌口 这些地方都是非常脆弱的 甚至他的下巴 打击这些要害部位可以迅速的使他丧失战斗力 下面我们就来模拟一种情况 我想大家都看明白了 在这个案例中假装妥协使对方放松警惕 才是最重要的 拿出钱台来分散他的注意力之后 给他以致命的打击 当然如果你要是没有一招至极把握的话 交出钱台迅速逃离报警 才是上上之侧 人体上有一个非常脆弱的部位 也是要害部位 很容易被大家忽视 那就是手指 再强壮的人 手指头上的力量也是有限的 假如说对方对你进行搂抱或者掐脖时 你只要抓住他的手指 向反关节方向用力就可以制服他 经常有朋友问我 关于防身技巧方面的事情 我常给的答案就是 能躲就躲 能跑就跑 也许有人觉得是不够体面和勇敢 但是总比打得你满地找牙体面吧 即使是特种兵 也不会打无准备之杖 所以说正面的对抗永远不是最佳的选择 但当危险逼到你眼前不得不出手时 冷静的头脑科学的方法和灵活的战术 就是你的制胜法宝 当然我们还有更多的技巧可以分享 不过下期我们再继续 关心军事的人 一定要关注军武大本营微信公众号 在这里有局座张昭中和各界大咖谈笑风声 有著名军事评论员每日点评最热新闻 还有特种兵吴星磊上天下海 带你了解最专业的军事常识 以及最新最火的各项军事展览盛会 这里都独家全即时报道 现在即刻关注军武大本营微信公众号吧 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 选择添加朋友 再选择公众号一栏 输入军武大本营就能加入我们了 所以下了连队之后待了多长时间 然后去护航的 待了一年吧 就你一个女兵去啊 对 就我们整个旅就一个 这个很少 主要是可能考虑到你外语好 就可能是 形象好长得漂亮 唱歌吧可能 唱歌 要你去唱歌去 我猜因为如果是按军事技能 就是各方面的这种素质 我作为一个新兵 一个新兵担子能有多厉害呢 你是跟个护卫进去的是吧 他是到了一个地方之后呢 他有一些和当地老百姓的一些交流 一些文化交流 一块搞演出啊 搞一些球赛啊 搞一些联谊活动啊 他需要说英语 现在部队会说英语的也很少 也很多了 现在军官都可以 所以说呢有些交流 可能考虑你这个能够代表我海军的形象 我们还有女的陆燃队的时间 对啊 对啊 能说一口流略的英语 很厉害 有过这交流没有 我说的这些 有 就是每次到 就是我们护航任务结束之后 回来的时候会顺访 顺访的时候 一般都会有甲板招待会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几件事情就是 就是就第一次靠吉布提的时候 然后当时一个美军的一个登陆舰吧 好像是 就是一艘很大的军舰也在我们附近靠着 然后还有人就是下来给我们路过的人 都收他们的纪念品 是吗 衣服啊 什么小徽章啊 卖东西啊 卖东西啊 当然我没有买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情况很有意思 和中国 和中国 这种纪律部队的感觉特别不像 是吧 他是这样 没想到他们还要 他是外国人 美国人特别好玩 我一开始也不知道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对外交流比较少 80年代 我到美国见上去以后呢 就是进他们军官休息室 我是军官 是不能到他的士兵那里头去的 士兵的餐厅 士兵的休息区也不能去 相反是同样士兵也不能进军官休息室来 我就到军官休息室 他说你想喝什么呀 我那时候就说 我说喝咖啡或者喝杯啤酒 那个人就从口袋里拿出钱来去买 这个当时我就特别奇怪 我说 我是 你们邀请我到这来帮你们协调 在华的所有的活动的 我喝杯啤酒还要你自己掏钱买 他没有公共接待这种 这种说法 嗯 就是我是中方的联络官 道训说接待费一天多少签单 没这说法 谁今天值班他就拿着钱来买这东西 最后交流 那是跟私人掏药包 私人掏药包 在舰上去买酒吧嘛 他是舰上军官休息室的酒吧嘛 然后说交换礼品 我送他一个什么这礼品 他送我一个礼品 比如说军衔呀 或者是帽子啊 衬衫呀 T恤衫呀 像这个 就是他自己要到小卖部里去花钱去买 买完了送朵 我就问他这个 挺好玩的 因为我们都是发嘛 嗯 我说你这个军人不是发军装吗 发这个东西 他说发的是钱 然后就再也不管你了 你买不买军装啊 买不买这个吃的喝的 那你自己说了算 你知道这个事吗 就是所以说他可能在小卖部里买了一些东西下来兜售 小卖部五美元下来买十美元 做生意呢 顺便 做生意的 有头脑 他们是这样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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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程 好玩 对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纪念品 还遇上什么好玩的了 就还有一次是去 新西兰 然后甲板招待会的时候 就他们当地是有毛利人 毛利人 对 身上穿的很少 那些草裙子 他哗 拿着那个毛什么 他是军人 对 然后感觉就特别的豪放那种感觉 然后黑黑的 好像是一个高级士官吧 就按照咱们的这样说法 结束了之后就是甲板招待会 然后会喝一点酒嘛 然后结束了之后 他竟然就是邀请我们下舰 然后旁边就有很多酒吧 然后他们就邀请我们下去 跟他们一起去酒吧喝酒 这个我们当然是拒绝的 就是我们 就中国军人感觉就是 不会有这样子 就你们的纪律是不允许这样的 纪律是不允许这样的 但感觉他们就 好像就没什么 对好像就没什么 就感觉 你当时就觉得挺惊讶是吗 对挺惊讶的 对挺惊讶的 然后我当时觉得 那这样子的话 管理起来不是会很困难吗 就好像没有什么 当兵的样子那种感觉 我亲自经历了一个事情 那一年是美国军舰到上海来访问 上海来访问的是一个 哪时候舰我忘了 是一个里两万吨的一个大舰 大舰以后他在离开泰国的时候 从泰国过来 离开泰国的时候 有两个兵没有赶上这个船 这个船早上起航了 这两兵还在城里边旅馆里 在那里还乱闹的 这找不着他们了 就没敢人起航 这你想想这事 这比你想想的事 这比你想想的事还大 还大 然后呢 然后就通知我嘛 我说联络瓜嘛 就说这见上少俩人 因为我们要 就少两个人 他们不知道吗 他们知道 但是没法找他们去 知道这帮小子在那外面 因为他都不管嘛 你反正不知庚的时候 你上街 你愿意干啥干啥去 这样呢 船就是按准时起航了 编队呀 不是一艘船呀 三四艘船呀 三四艘船呀 三四艘船舰呀 就起航了 就走了 起航来了 就那俩哥们就从泰国坐飞机到北京 北京下了飞机以后 大使馆的人 中华使馆的 给带过去 对 给弄到上海来 又坐到上海来 上海就交给他这个美国这艘舰 那是不是将军上去就 啪 那将军在上面站着 我在将军旁边 我在 你听我说 然后就在小轿车下来 就等于把这两个兵 交给这艘舰的编队救援员了 交给欠了 最后这外交官就走了 那外交官没有上舰 然后于是乎 这个上边下起来的两个 就那个MP 就是叫相当于咱们那种 叫什么呀 就是 嗯 舰兵 舰兵 就是舰上的舰兵 专门管谁犯了错 以后就给 就给承振你的 然后就下一辆戴白头盔的 对对对 戴着枪什么各种 这个电棍什么 就在下边就等着呢 我原来还说 我说这两个家伙下起干啥 下起以后 从外交官手里接过来之后 于是乎 这一幕就出现了 这两个人 一架反手以后 把手铐戴上 就把那两小子给手铐戴上 戴上以后 就一个手扭着脖子 就开始从那个闲天上 就压上来了 就压上来了 跟对那种囚犯一样 对 压上来以后 直接就关小黑窝里去了 就带那种 就类监狱那种 一个一个的那种小 钢条的就关那里头去了 我就特别感谢你这八卦的事 我也跟他们聊 哎呀 我说这哥们怎么了 真好看呀 他为什么晚了呀 他是怎么来的 怎么怎么自己还 还坐飞机到北京来了 需要不需要签证啊 找到没找到这个使馆 我就所有的细节 就了解一堆八卦 我说现在是给他关下来怎么 他说你再去看看 给他剃光头了啊 这个月的工资没有了 而且要罚款 降级一大堆的处理 就给他在那儿 就是这个 所以说纪律还是军队战斗力的保证 还是有纪律的 潜艇呢 就是到已经用两年了 他要弄到这个俄罗斯去大修 就单程一万公里 修完了以后开回来 开回来 去的时候没装导弹 回来就装导弹了 直更这十来个人呢 就感觉我们要有责任心 要这个夜一今日的学习 就翻手册 学这个导弹的装填技术 说这是个导弹 我们试着给他装填一下 大家就看着手材给装填了 装填装填 不一样发射了 发射 在艇里头发射了 第一枚导弹发射 把对挂的船给炸了 然后另外一个 一发射以后 艇里边爆炸了 整个艇沉了 所有人都死了 这是直更也是 过度责任感强烈也不行 然后你直更你就好好待着 这个有什么事报告 没事的时候别乱动 因为武器装备 他非要在那这个 自己在那边学边干 把一艘艇给炸了 那是纪律性 所以说这个部队 什么东西要遵守纪律 对 你们在艇上的时候 有这么好玩吗 我们其实 生活是什么样的 其实生活一开始 还是蛮枯燥的 因为我被戒掉过去的时候 我是可能我的职责 不是让我去当一个陆战队员 或者特战队员那样子 来要求我 也没有太多的工作 也没有太多的压力 也不需要训练吗 就是因为 只有你一个女陆战队员 如果你跟她们去训练的话 会很麻烦 但我想想如果就是 我不能护这行一次 就是啥都不练 然后回去我童年兵们 然后回去都比我厉害很多 然后就笑话我说 你出去执行个大任务 你回来变成一个废人了 然后什么什么的 又胖又白 那不行啊 然后我就打报告 打报告 但领导就是搁置了这个事情 搁置了一段时间 我说怎么还没给我回信呢 然后我就又去打报告 就说让我就第二天就去吧 去吧 结果就结果人家也挺厉害的 人家挺厉害的 让我就是 把机枪手的东西都给我 所以我就颠了两个弹药箱 然后还有头盔 然后还有防弹背心 然后还有自己的枪 还有手枪 还给我个战术背包 比你还中了 对 就其他人没有拿 没有拿那个 真的比你还中了 对 没有拿弹药箱 也没有拿战术背包 就给我还塞这两个东西 然后当时我就 当时我就上那个楼梯的时候 它有点抖 然后我就差点就给翻 就就感觉我手得抓着那个 要不然我就给我掰下去了 嗯 然后这个时刻我就想 我就猜透了他们的意图 想 估计是想让我直男而退 嗯 那不行呢 我得憋着 不能轻易认输 然后后来就 一上午就坚持下去了 然后后来就 领导也不会太 哎 要求我就不让我去跟他们训练 这明明都照顾她了 她还主动要求脸 有这份心气在 是 有的女孩子就是出去之后就是 哎呀我得抹个防晒霜啊 别吹着啊 别累着啊 什么东西都是考虑自己的 哎我特别好奇 海盗长什么样啊 就其实我当时虽然就是知道海盗他们做的一些事情是完全是不对的是非正义的但是就是看到他们的时候我其实心里蛮可怜他们的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那样子动荡不安的一个国家 他们都不知道自己的国家 他们看起来是什么 就非常瘦 非常黑 然后好像到那个船上可能是他们近几年为数不多的机会去洗澡 是吗你的 对 所以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你还是能够感觉到我们中国这个海军在国外的这种影响力是吧 对尤其是尤其是就是现在中国富了然后也变得强大起来 就我记得顺访的时候还访问过一个国家叫瓦努阿图 反正是世界上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但是那个国家非常的穷 他以前好像是法属的殖民地 然后我们到那边的时候他的总统刚刚去世 然后他的总理来迎接我们 当时就是一个国家总理来迎接是要带仪仗队的 然后当时就是带了仪仗队 然后就我们在舰上就靠帮的时候不是要那个站坡吗 站坡 对然后我们就在那边行注目里看他们 然后看那仪仗队里就就就有种就是挺着肚子 然后马上就要倒了 然后还有 为什么 就还有那闭着眼睛的 然后我就在上面就观察 然后发现如果在中国仪仗队里绝对是不可能出现这样子的现象 所以当时就觉得就是如果一个国家真的是弱小可怜又无助的话 那其实他的军队就各方面的素质也不会太高的 一个国家真的要自强起来才有话语权 才能够为自己的国家争取一些利益 让自己的人民过得更好 你自己感觉经过这两年的历练对你的人生啊 对你将来完成你的学业啊 有什么样的提升啊 或者有什么样的感受啊 就其实对于大学生来说 或者是读书读得多的人来说 他其实看待这个世界 他更多的是用脑子去看 他分析思考的东西很多 但是在部队呢就是你要先动起来 要先行动先去执行 然后你做一切东西可能都靠你的行动力 然后就退回来我就觉得 就可能自己没有以前那么懒了 就比如说以前可能想一个什么东西 觉得想明白了就不会去做它了 部队说是雷厉风行 执行力变强了 对执行力变强很多 然后还有一个其实就是 世界观和人生观就会有一点点就是 会有一点点的修正 比如说以前可能会活得更自我一些 因为其实我父母就一直 父母都是对自己孩子都是自私的 他希望就是他尽可能的不要遭受磨炼 尽可能的就幸福的顺利的过这一生 但其实你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来说 你每天要遇到很多事情 就你不能只想着就是自己舒服了 自己高兴了自己快活了就可以了 就当兵可能就会让我想 会多了一点 多了一份社会责任感吧 多了一份社会责任感 跟我们的社会责任感 就是这样的社会责任感 atha这个社会责任感